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红烧牛尾 做法有少少时间长,但味道浓郁 汁可以拌饭,拌面,拌意粉 希望大家喜欢,看影片前记得订阅,分享,留言和按赞 好,马上去片 好了,那我先讲讲这个红烧牛尾的材料部分 牛尾有500克 然后,桂皮一条 小茴香一汤匙 辣椒干有三个,八角一粒 香热有两片,花椒也有一汤匙 如果不吃辣的朋友,可以将辣椒干不用 辣椒干这里有少少辣,但口感比较丰富 然后,薯仔有400克 红萝卜也有400克 然后,有一条大葱,大概200克 大葱,我们待会做一个炆的时候 就会让汤汁更加香浓 然后,薯仔呢 其实这次我下薯仔就不用萝卜 因为在英国这边,比较难买到的白萝卜 所以,我用薯仔代砌,也可以带出不同的食味 首先,先把牛尾做了飞水 牛尾洗干净之后,放进锅里 水就刚刚盖过牛尾的高度 然后,开大火,煮滚了之后,转去做中火 飞水飞五分钟,然后倒出来清洗 清洗完之后,就开始炆 首先,现在接着,就将其他材料的处理了 好了,薯仔和红萝卜就批洗皮了 那条葱已经洗干净了 那条葱很简单,只要切断了 那条葱很简单,只要切断了 就不用像上次那样的切圈 一切断,稍后就这样整条放进去 那就是要它的味道 接着,红萝卜跟薯仔都一样 用一个滚刀切的形式 因为我的家当要9月才到 所以现在用这些刀是很不瘦的 这样滚刀切,切完之后放在一起 薯仔也一样处理 现在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继续 好了,牛尾就飞水已经飞了5分钟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些肉和骨中间的血水 就可以全部逼射出来 那待会你炆上来的时候 这些汤汁就没那么足 好,等我倒出来冲洗完之后 先和大家继续 好了,牛尾冲洗完之后 预备一些粟粉也好 面粉也好 那些葱粉也好 那些葱粉也好 不用太多的 最重要是在面头 放一点 然后再来下一个步行 那这样再和大家继续 锅里面就放了两汤匙的油 那一天就把牛尾就放进去煎煎 然后再煎它 那放进去就不要动它 煎它 分几两分钟 那这样金黄色才转 好了,煎了两分钟 那这样就把牛尾放进去 因为这个放一点粉去煎煎 煎它的效果 一旦炆起来 那汁就会比较浓 一些 那和这个煎的过程 就同一时间 要另外预备一些滚水 一旦煎完之后 就淋一些滚水下去 那直接炆 那如果煎的过程 看到不够油 可以加一点油 好了,这边又煎了两分钟 那接着就淋一些滚水下去 那这个高度也是刚刚盖过的牛尾 就是这样 然后把大葱放进去 把其他配料都放进去 然后开始做调味了 接着加入一汤匙的生抽 一汤匙的老抽 加入一茶匙的盐 将其中火到锅下 盐了 开盐 炆起两个钟头 那两个钟头之后 就把牛肉夾起来 把其他配料都交入 这样再继续 让我们再继续 好了,刚刚炆了两个钟头之后 我把厚尾夹起,把甜味全部隔出来 然后加入1汤匙的蚝油 然后把薯仔和红萝卜全部放进去 开大火煮沸了 酱汁煮沸了之后,盖上盖上盖子 继续炖煮半小时 半小时开始试味,再补充其他调味 好,半小时再继续炖煮 好了,炖煮完了,先熄火 现在开始试味 先加一点糖 其实味道是够的,但我想它的甜度高一点 然后炖煮牛尾的汁要多一点 因为汁可以用来配饭 配面,配意粉,什么都可以 刚才下了薯仔之后,大家要自己煮沸 因为怕它黏底,可能中间要看看 搅拌一下 再试一试 嗯,完成了 好,让我再继续炖煮 好了,这个红烧牛尾就完成了 这个分享,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留意我下一集的出片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